出动洗涤机将厕所地板拖干净 再人工擦拭厕所扶手 还有教室门把对外窗 通通都用酒精消毒 不放过任何一个小细节 8月31号就是国中小的开学日了 而校方为了因应防疫 在校园的厕所以及教室门把门板窗户 这些地方都进行了再消毒 校方表示其实两周前 学校就已经完成全校大消毒 不止如此为了因应防疫 校方的防疫备品也都准备齐全 防疫的工作其实我们持续都在做 但是开学之前尤其是明天一定要 学生要进来了 水塔 厕所都全部做一个大清洁 包括口罩的部分 校方准备5378片 大约有12天的量 同时也提醒学生 每天上课都必须要自备两片口罩 不够或是有缺损再提供 而消毒用的酒精也准备了大约有73瓶 足够全校三个月的使用量 开学在即下方表示 教育部的红外线测温仪 可以加快同学筛减进校 只是这个设备要等到9月中才会安装完成 目前学校门口还是有警卫 导户家长量测体温作为防疫 第一道防线 记者 陈嘉雯 关上台北三号报道